被指涉官场刑案海航董事长王健因意外死亡,王健离世后海航集团官网转为黑白色,并发表复文海航集团官网截图,海航集团董事长王健与法国考察,时遇意外跌倒死亡,HNA Connect官网图片拍摄日期不详曾债务缠身,负面新闻不决的海航集团,周三四日在其官网发表复告 公布集团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王健与法国考察时遇意外跌伤,周二三日伤众不治,有学者指王健的死因存有一点,而海航的运作与官方有密切关系,若果揭发,有官员牵涉其中,必定会引起政局动荡 黄勒涛报道海航集团的网页,周三四日,以黑白背景发表复文,指王健在法国南部的普罗旺斯山城伯尼曰,巴尼欧公务考察时意外跌至重伤,经抢救无效 黎世小年57岁王健的家属,周三抵达法国处理后事,海航董事局主席陈锋,易已赶赴法国,记录透社引述当地警方称,目击着指示件事意外,王健未拍摄照片,而站在墙边不慎跺下约15米高度的山崖警方表示,会验室确定王健死因本台,致电伯尼曰消防局 其财寻消防表示,接报后约10分钟赶到现场区内的旅游部门职员,则表示景点从没有人跺下至死,意味发生过游客死亡的事件 博尼曰一家酒店的职员,就表示山城内没有医院,要开车约10到15分钟送到附近的医院抢救 据法国传媒报道,事发,在7月3月上午,与王健同行游览景点的大约有10人,消防透过王健同行的翻译,了解情况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伯尼曰区内采访,语言不通成获取一手消息的障碍 王健去世消息传出后,引发市场抛售海航债券,对于王健离世对集团的影响 本台致电位于海南的总公司希望了解情况,但电话无人接听 北京时事评论员张立凡对本台表示,海航表面上是一家民营企业 而海航一直都负债严重,但不断都能够获得借贷,证明其有巨大的背景支持 集团无论在运作方面或是资金来源,都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他指,如果王健的此音牵涉到有关官员,必定会引起政局动荡 张立凡说,这个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没有人能够说清楚 要看会不会爆出更多的内幕,来这个内幕冲击有多大 因为海航有很多人,无论是国内外的研究者,还是国际媒体,对海航一直有很大的好奇心 王健的突然离世,是不是会有一些信息,或者爆炸性的信息透露出来 然后引发其他的连锁反应,或者骨牌效应 这个也需要观察 而市场抛售海航债券的情况 广州中山大学经济学系教授林江表示 海航现在公司情况,未明很多购买该公司债券的投资者 纷纷抛售债券若果集团经营欲来,欲差投资者就会损失惨重 林江说,如果他债券面值可能1000元你抛给我 我用900元接接了之后,我还可以每个月享受利息 在这方面来说,其实我是没什么损失的 但现在当市场发生逆转时,大家不信这间公司可以还到钱 那我就趁现在他公司仍有价值假设,债券面值1000元 可能现在剩下600元,如果600元仍不抛售 那,可能将来400元都没有人要 那趁现在600元大家就抛售了 越抛越多就等于越来越长值剧集团的网页介绍 王健是海航联合创始人之一 他于1983年开始,涉足航空规划 累计多年民航管理、国际谈判等经验 而海航近年大举进行海外收购 其后被传陷入债务危机 甚至出现资金锻炼情况 过去数月集团不断出售资产 至近日传出货人民银行 牵头支持发债融资流亡美国大陆富商郭文贵 去年在中共十九大召开前 频频爆料直指海航集团与王岐山家族 有密切利益关系 海航虽不断否认郭文贵指控 但未能消除外界质疑王健的死讯传出后 本台曾多次透过社交媒体联络郭文贵 但结稿前仍未回应 关注的词